大部份的學校跟我們表示 學校運作也是經常 當然也有個別學校在開課之前 有學生、校友或者其他人士 在校外做一些密集或者做一些人演的情況 學生之後都已經回到學校上課 而有部份學校裏面 有一些部份的學生也曾提出了一些 其他表達方式的要求 學校已經專業地 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則 和學校一直在談談 也做出一些輔導 我想借今天的機會 要特別在這裡 感謝學校的校長和教授 在這個開課這麼重要的時刻 是夠緊守崩位 專業地去處理學校 面對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事件 也都專心做好一個教學的工作 學校也都會特別關注到 在學校裡面欺凌的問題 確保所有學生 都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一個有罪的環境之下 專心活動 謝謝大家